那這一集就是我幫兔兔做一個新的髮型的改造 搭配的顏色是今年Pantone出的極致灰亮麗黃 主要就是長剪短 然後還有我們的去色跟上色的技巧 零度髮型的剪裁 那後續大改造的部分就請你繼續看下去吧 嗨 我是史蒂夫 是最在意你頭髮的髮型師 今天兔兔要來剪頭髮 兔兔想要怎麼剪啊 我想要剪短 有沒有大概想要到什麼長度啊 大概像這樣子 其實就是揚成你現在那種短髮的感覺啦 那顏色咧 你是不是也要換顏色 顏色想要那種 今年最流行的極致灰 兔兔要染的這個極致灰的髮色 剛好是今年Pantone他們發布的 兩個顏色之一 一個就是亮麗黃 一個就是極致灰 極致灰跟其他的灰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覺得如果說在髮色上的表現的話 極致灰它就是比較偏向是薄紗感的灰色 比起以往在流行的灰色來講的話 像什麼灰棕色 銀河灰 或者是鉛筆灰這類型來講的話 那極致灰這個髮色就有點像是那種 海邊的那種小石頭的感覺 所以它就會給人一種穩定可靠堅定的感覺 那我今天要幫我們兔兔上色的極致灰的感覺 我是用這個 嘿 噠噠 Mirubon 就是台灣叫做哥德式的染膏下去染 那這個系列跟以往的日系染膏不同 以往大家對日系染膏來講的話 認知應該就是說它的色料比較少 某一種程度就是說 可能比較容易退色一點點 因為它要的就是那種自然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會選用九度呢 是因為兔兔它很怕退色的問題 我選擇用一個介於中間質 不要太亮 飽和偏中間 去呈現這種薄紗效果的灰色 那雙氧乳的部分我會搭配9%的雙氧乳 那為什麼我要使用9%的雙氧乳呢 那基本上就是 我不喜歡它太深 可以稍微讓它清透感再明顯一點的效果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進行上色的部分囉 那我跟你說 你的頭髮現在的狀況就是 新長出來的地方我們要再挑一次就好了 你的裡面啊 我們之前染那個耳圈染 是比較深的顏色 雖然有退色了 但它這個一定是卡色卡住了 但我覺得在內層我們就不要理它 那這個髮型的話 你不可以是在側邊變成一個奇場 它就會變得很像學生頭 就會看起來笨笨呆呆的 整理的部分 這顆髮型基本上就是吹乾就好了 我們開始剪裁囉 我覺得普遍這一次最容易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左邊修一下 右邊修一下 然後不小心就越緊越短 那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這樣 我們把前面的頭髮 來稍微側邊一下 稍微拉這個最長的 因為它的前面是完全沒有層次的 這邊一定會是整顆髮型裡面最長的地方 我們剛好看到它的長度就是在我們的下巴 大概 四公分五公分左右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是我們最長的地方 那我們先 把最長的地方抓出來 然後把這裡剪短 我們把這段頭髮 塞到耳朵後面 這段就是我們最長的地方 然後我把它塞到耳朵後面 所以它現在有一個 被增加往後擺的長度在這裡 接下來用梳子 把它 壓到這裡 那我們從中間開始剪 然後我們再 放回來 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快 那有可能會產生的問題就是 這一塊不夠短 假設它的脖子比較長 我可能這一段要留的比較長一點 如果它的脖子比較短 我這一塊必須再往上剪短一點點 兔兔它就是屬於脖子比較長的那一種 所以我這裡稍微留長一點點 沒有關係 就是平衡的 這長度OK吼 可以吼 是你想像中的長度吧 可以吼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頭髮塞到耳朵後面 然後一樣用我們的梳子把它 梳貼 好 接下來我要進行細部的修剪了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請它的頭 滴滴的 你的頭髮啊 要稍微往後提拉 大概15度左右 這樣子它才會是一個 前長後短的狀態 長邊 往後提拉 剪完最短的地方以後 就慢慢往旁邊銜接 然後也是把頭髮壓到最低 我們等一下染完了以後 我還會再做細部的修剪 那等一下我這邊會使用的是 特分力的瓢粉 然後我會用9%的雙羊水 去做黑色的去除 那我覺得這個瓢粉 效果還蠻好的 基本上只要瓢一次 再上色 就可以達到灰色的效果 忍不住先把短髮的樣子 傳給朋友看了 那我想問 那這個髮色很容易退色嗎 還好耶 因為基本上我們染的灰色算蠻深的 你不可以等到它已經退的有點黃黃的狀態 然後才去洗正色洗髮精喔 因為它的色素就已經全部都被洗光了 你就算補它也不會是好看的 那它會退成 什麼顏色嗎 嗯 也是一樣灰色 然後這個灰色的感覺 會越來越淺 然後越來越淺之後才會開始跑有一點點黃色 米色啦 可以接受嗎 米色 可以喔 那多久染一次頭髮比較不上髮子 如果我們只是說 針對新長出來的頭髮去染 就沒有傷不傷髮子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是換色 下面的頭髮也一起染 那這種基本上我會建議是 3到4個月 染一次比較不上髮子 你平常還是要停做護髮 就是至少讓它不要有很多糾結 然後你在梳的時候把它扯斷掉 漂的頭髮我比較擔心的是這個 扯斷掉以後你就很多斷髮 就會很多短短的頭髮這樣擦出來 那染髮跟燙髮可以同時進行嗎 看你的髮性 粗硬髮還是細軟髮 還有你的受損程度 受損太過嚴重的話 你的彈性就已經不夠了 燙完頭髮然後再開始染的話 後面因為染膏啊 然後還有一些藥水的部分 很容易把你的捲度往下拉 那你就變成燙完就是一場誤會 燙完也沒有捲 那只有髮色而已 好我們現在已經 顏色已經染完了 剛剛也做完護髮了 記得一定要塗抹髮油再去催疹 不然你會 打結到瘋掉 OK 好 那其實這樣的髮型非常好整理 基本上只要吹乾就好了 但是兔兔它本身有一點點自然捲的問題 你有看到我們剛剛就是用底子甲去做夾順的部分 因為今年確實就是流行 無重力套 從去年到現在的話 都是流行這種 有點齒直型的短髮 所以你們看到我們剛剛在夾做造型的時候 都是這樣很齒挺挺的往下夾 讓它這邊髮尾是非常非常的俐落 然後跟線條非常的明顯 陰信 一流出來了 吧 下一個就是 下一個都是 可是 看看 差一個是 虱全 幾個